为了欢清父亲节 欢令县政府也在今天特别在远雄海洋公园 举办了庆祝父亲节及亲子活动 邀请了县政府各局处以及一级机关同仁眷属共同参加 信了大约850人报名参与 一同欢度了这个特别的日子 而县长许正卫除了是上员工表达了感谢之外 也对于父亲们致上了最崇敬的敬意 也祝福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现代学生表示家人感情是一点地从生活当中累积起来 而父亲在家中扮演着关键的重要角色 全新呵护养育子女发挥家庭的亲子功能 爸爸们付出与奉献值得大家尊敬及感谢 在特别的日子里希望全家大小能够在海洋公园玩得开心 共度充满爱与温馨的家庭时光 也祝福前前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每一天上班其实是在为地方上所有的伤心解决 灵魂解决民众的问题 而且在为地方继续建设来努力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爸爸妈妈 还有谢谢我们花莉县社府的同仁兄弟姐妹家人 更谢谢我们爸爸妈妈 我们的同仁生了好多孩子 今天真的花莉县社府活力无限 我们是不是给仁师储每一年为了我们母亲节 父亲节来我们亲子的活动 还有为我们花莉县政府的我们的家人兄弟手足 能够安心的在县政府服务 创造了非常多的演习 还有非常多的福利 是不是给我们仁师储掌声一下好不好 谢谢 当然每一年在母亲节和母亲节 我们都相当的尊重我们的各位母亲或父亲要如何去欢度 所以在这次的统计里面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到我们的这个海洋公园 尤其这次的海洋公园又有新的这个设备 还有我们全国唯一的那个美人鱼 欢迎宪府人士出表的是 欢迎宪府致力与提升同仁们生活品质 期盼就有活动的举行 凝聚团队的力量 也希望每位同仁们在忙碌的时候 也要平时抽空多陪陪孩子以及爸妈们 培养亲子之间的感情 多给家人们温暖 以及正面的支持与鼓励 实践积极 尊重精进 合作以及感恩的核心价值 共同营造我们小的花莲 记得就欢迎华士不导 好